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师跟呢 马上吩咐首先人把这酒席就摆上了 这什么时候呢 四饭时 还没到五时 午饭呢 提前吃了 酒菜摆好了之后啊 武松就看这金眼镖师跟拿过一个酒坛来 这酒坛啊 不大 就这样大个小坛 每天呢 都是大酒坛 武松是好酒量 武松一看今儿怎么拿那么点小坛 金眼镖师跟拿这个小坛 给武松就倒了一碗酒 大哥 你先喝了 嗯 好 酒喝完了 武松吃了几口菜 然后把这个小坛搬起来又一倒 这小坛啊 底朝上啊 一碗半酒 武松瞧了瞧 心中想 怎么着 今儿我跟他说要醉打蒋门神 他怎么就给了我一碗半酒喝呀 哎 人家给他酒 武松呢 还绝不能主动来要 好 喝完了 吃了点菜 主食根本都没吃 武松好吧 就这样吧 走吧 金眼镖师跟说啊 我陪着您去 到了快活林附近的地方 我再跟您分手 对 有多少里呀 十几里路 好 走 武松跟着金眼镖师跟 师跟的身后还带着两个家人 一起就离开了他们的家乡 离了他们的家 顺着这条路 就往快活林走 一边走着 金眼镖师跟就看武松啊 这个脚步啊 比较慢 晃晃当当 不紧不忙 大哥 您没吃饱吧 哎 饱 倒是饱了 不行的话 上快活林再吃 不过今天我觉得 这个状态不太好 今天要到了快活林 跟蒋门神动手的话 说不定谁输谁赢啊 啊 师哥一听 怎么着 到关键时刻 我领民要去了 您要打最弹鼓啊 啊 要吐鲁扣啊 大哥 您 您 没有把握 要没有把握 咱就不去了 咱先回去 您休整几天再去 不是 不是 休整几天再去也不行 吴松说 你不知道我这个人的特点 我这个人好喝酒 我是有一分酒就有一分能力 有十分酒就有十分能力 当年在景阳刚打虎的时候 我是一年喝了十八万酒 所以我把老虎打死了 今天在你这儿就喝了一碗半酒 打蒋门神 我看够强 啊 实际上这这儿心里才明白 哎哟 武德哥 您是嫌我给您的酒给少了 武德哥 这您可别误会啊 我跟您说句实话 我家里面那酒有的是 后院有好几缸的 够您喝的 今儿个为什么给您拿一小坛呢 我喝去 您今儿个去打蒋门神 尤其您开头说了句 我要醉打蒋门神 我喝去 您要是喝醉了 还怎么打蒋门神呢 就不能让您喝醉了 所以我就给您弄了一小坛 一碗半酒 让您呢 就点到为止 到那儿呢 好有精力打蒋门神的 不行 我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要是没有酒的话 我估计这个力量就产生不出来了 那我怕这酒一喝了 您这个身体 这个腿脚是不是就不利索了 不 我越喝酒越明白 今天我就这么想的 啊 那 那好吧 那那怎么办呢 那咱再回去喝下 我送这不用 从这个地方到快婚林 有多远 实在里地吧 这一道上有酒店吗 有酒店呢 这一道有的是酒店 估摸着能有多少酒店 估摸着 估摸着哎呀 这我没统计过呀 大概也有个十来家吧 好 武松说 如果有十来家的话 那么咱就来个三碗 不过旺 三碗不过旺 什么叫三碗不过旺 就是建一个酒店 咱就喝三碗酒 看一个酒旺子 其实这个酒旺子 就是酒幌子 一眼望去 那是个酒幌子 又叫酒旺子 看一个酒旺子 咱就喝三碗 建一个酒旺子 咱就喝三碗 一直喝到快婚林 我这劲就来了 是个一算 失了家酒店 一个地方喝三碗 一共三十多碗 啊 哎呦 我说武德哥 这恐怕不行吧 您在景阳刚打虎 您说喝了十八碗 那就正好了 您要喝三十多碗 那不就超了量了吗 那您要是醉倒了 那就打不了蒋门神了 哎 你把事情看到哪里去了 景阳刚打虎那十八碗 那是我一气喝的 一碗接一碗这么喝 这个呢 十几里路 咱们是一边走 一边喝 喝了三碗走一段路 喝了三碗走一段路 我估摸着三十碗 我倒不了 照样能打蒋门神 这 你要是按我说的这么办 咱就去快活林 要不干这么办 那今儿我就不去了 别 咱就按您这么办 您就喝 哎 那不就有个酒店吧 两个人正说这话 抬头一看哪 好吗 三间草房泥皮墙 四个桌子俩酒缸 竹竿挑了一个谎 上写 开潭十里香 就路边这么一个小酒店 来 喝 到这儿呢 师哥给掏钱 三碗 武松把这三碗酒 咕咕咕咕咕咕咕 喝下去了 你磨嘴 走 又往前走 走了不远的路程 一看 就在大道边上 有这么一个小酒摊 茅草旁 大道旁 绿衣红上 孤酒娘 眼望着行人一劲的嚷 家花不如 野花香 野酒倒比 家酒强 可也快喝酒吧 武松一看着 这儿 还有一个 喝 这酒摊你也喝 哎 建酒摊咱就不过 喝 过来 三碗 三碗喝完之后 继续往前走 又一个酒店 喝 就这一气 真是三碗不过往 一直喝到快活林 到了快活林 这个大镇子这儿 师门说 武特哥 前面就到了快活林了 我拍我手底 这一个差人呢 跟着你 指个您 哪个地方是快活林 我开那个酒店 我呢 在这儿 就在旁边藏起来了 我给您暗地里住身 您尽管放心的去吧 好 这个时候的武松啊 师门瞅着他 走路啊 这个腿脚有点不利索了 有点摇晃了 这模样 这个眼睛啊 也有点发型了 师门心里边就想了 就这模样上那儿 打蒋门神 能打得了吗 他就告诉那个家人 跟着武松 一个是你把他领到那儿去 领到那个酒店门口 然后 你就在酒店门口旁边看着 你看看 他跟蒋门神 能不能打起来 打起来以后 看看他胜负如何 如果估摸着 他真要是喝多了 你可快点给我送信 其实师门啊 今天按照带来 二十多个人 都在快活林酒店周围 埋伏着呢 这二十多个人 扮成各种各样的老百姓 师门想着 这是一个退步 万一武松不行 二十多个人往上一上 气着咔嚓把他酒店砸一顿 然后把武松 抢救下来 我们就回来了 下一步再说 师门就这么想 不能让武松吃了亏 所以他告诉那个家人跟着 这家人跟着武松 就进了快活林的镇子了 武松这阵 步履良枪 走着走着 一望之内 远处就看见那快活林酒店了 快活林酒店 是两层的一个酒楼 这个酒店可正经不小 外边挂了一个谎 这谎写着四个字 河阳风月 什么叫河阳风月 在大宋朝啊 东京汴梁那个地方 很多酒店都挂着这样的字 河阳风月 河阳是指黄河之阳 河阳风月 就是这个地方 在这喝酒 就灌着黄河阳这儿的风月 这么个意思 所以有很多地方呢 开酒店也模仿 大宋朝那首都那个气氛 也写上河阳风月 这个功夫 这个家人一拍武松的肩膀 吴爷 您瞧见没有 河阳风月那四个字 那个酒楼 那就是快活林 啊 啊 他无意中意歪头 你看旁边这有个小酒店 这儿还有一个呢 再来三碗 吴爷 您别来了 您这这这酒那个 我说过 三碗不过旺 哎 好的 这又来三碗 这三碗喝完了之后 吴松说 你走吧 吴松摇摇晃晃的 就奔快活林酒店这走过来 来到快活林酒店的门口这儿 吴松迈步望里就走 门口这儿呢 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呢 长得瘦性点 短眉毛圆眼睛 高鼻梁 饱嘴唇 一说这饱嘴唇 这个人就是能说会道的 他的的确确能说会道 他是干什么的 他呀 就是蒋门神这酒店里边的跑堂的 一等跑堂的 他姓长 他的名字呀 叫长串气 为什么长串气呀 这个人呢 有一个最大特点 他说话呀 能一串一串跑堂的练出来 为什么要长串气呢 其实他不叫长串气 就长串气 他本来就长起 别人用的长串 后来给他连一块 用长串气 长串气 怎么个长串气 他要是客人要完了菜单子之后 忘了一个造成那么一海 可是这一个呀 南京湾子四系湾子 再加上春包肉 凡白肉 一块一块一块 像暴斗一样 一说就一串 所以说 他就长串 他原来就长起呢 这叫长串气 长串气呢 还有个儿子 说也叫长串气 那就不行了 为什么他儿子也会 报菜名 一说 所以别人就管他儿子 叫小长串气 后来又说 他儿子叫小长串气 这叫什么名呢 叫 长串气 这长跑堂的在门口站着 这个长串在门口站着万一看 哎呦 武松晃晃当当来了 这位抱着江瞅着武松被模样 心里就合计 这小子这是喝醉了来的 喝醉了还上我们这个酒楼里干嘛呀 这样的人最好不让他进来 他要是到我们这里边 再一喝醉了耍酒疯 还不好打点他 所以他在站着没动 也没打招呼 武松麦不忘了就走 这位公伙的长串一伸手 哎 你要干什么 我要喝酒 他们走路这么一段时间呢 闪过头可就已经过了 这里边呢 有这么四五个吃饭喝酒的 他一说这句话 长串就说了 哎 我看您喝了不少了 您是不是歇下再喝呀 怎么着 我喝了不少我没喝足 开酒店不怕大肚子汗 我要给你们家送钱了 你怎么还敢挡财神爷的道呢 啊 打开 武松拿手一扒了他 这长串起光 脑袋撞成框 这公武松麦不就进来 进来之后 自己找了个座位就坐下 也要喝酒 这长串起一看 这小子厉害 赶紧就过来 哎可以啊 那好 那你愿意吃愿意喝 您说 你要吃什么喝什么 吃什么喝什么 把你这个酒店 最好的菜 给我往上端 最好的菜 照着七八个上 给我把你们酒店最好的酒 往上搬 我要喝 大太爷看看酒就给钱 你甭管我喝多少 哎 好 长串起一看 这小子 这是财主 行 马上吩咐 赵神师父给做几个菜 几个菜 一会儿的工夫端上来了 一坛酒 搬过来 拿过一个大板 来往里一撂 武松搬起这坛子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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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倒满了一碗酒 武松抬头看了看 周围的环境 一瞧啊 那边 可能是厨房 有一个门通到里头 后边呢 有一个门通后院 这边呢 有一个拐把子柜台 柜台上边摆着酒坛子 在那柜台后边 端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少妇 这个少妇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五六岁 两道弯弯的眉毛 一双眼睛 眼如春水 这都一说眼如秋水 他怎么眼如春水 秋水呀 清澈精英 深邃深沉 这春水呢 活跃清跳 他这眼睛是春水 鼻如宣男 摸着鲜红的嘴唇 一笑 里边露出来 碎白的银牙 耳朵上戴着 元宝罪 插着棺粉 瞧这个样子 是一个风月常中的女人 武松可没看错 这人是谁呀 这个人是蒋门神 新进幼娶的一个小老婆 这个小老婆是西娃子里边的 姓韩叫韩翠翠 这个快活林这个地方有东娃子和西娃子 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妓院 就相当于我们近代外国的那红灯区一样 这韩翠翠呢 是西娃子的 快活林这个酒店归了蒋门神之后 蒋门神呢 就把这韩翠翠弄来了 给她做小 另一方面 就让这韩翠翠就在快活林酒店里边 给她当这个女掌柜的座柜台 由于这韩翠翠啊 体态风流 说话会说 迎来送往会招待顾客 会看人下菜碟 所以说这个酒店还应该说经营的不错 所以这韩翠翠坐这个柜台里边 往外瞅着 上他们酒店里边喝酒的客人 武松一看见那韩翠翠 他就忽然想起来 金眼彪诗恩跟他说的那话 当初蒋门神上快活林这个地方来挑衅 就是曾经调戏过 在柜台后边的那个赵座的姑娘 武松今想蒋门神今天可能是没在这儿 没在这儿我怎么能把蒋门神引出来呢 哎 我就调戏他这个少妇 我一调戏他那蒋门神准出来 武松想要调戏妇女了 可是武松不会调戏妇女呀 怎么办呢 武松今想我就瞅着他 武松瞪着眼睛就瞅着那韩翠翠 这韩翠翠是妓院里面出来的 他一瞅武松 这小伙不错 他还弄误会了 心想这小伙他看上我了 这小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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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伙不错